英国利物普托克斯泰斯有一个送货佬叫大卫克拉克 他是一个研究员 有很多钱 但他觉得贫富差距太惊人 所以他决定用自己的钱帮助贫困的人 他去年写了信给这个地区的600个家庭 问他们想不想分一分他捐出的10万英镑 结果只有40个人回复 但他们都很热心和认真地参加了这个计划 托克斯泰斯是英国最穷的地区之一 很多人生活困难 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 大卫说 这个过程令他很感动 他见到了当地人的热情 活力和智慧 他们对社区的认识和关心都很深 他们选了4个组织 每个组织拿了2.5万英镑 这些组织都是为了帮助这个地区的小孩 青年和老人提供教育 健康和社交服务的 他们还决定了一个无条件的原则 就是相信受款人知道怎么用这笔钱 大卫说 他很欣赏当地人的团结力量和价值观 他们愿意互相挑战和讨论 也愿意互相照顾 他还在自己的网站 Wealthshared上面分享了这个计划的成果 并希望激励其他人都捐钱 为当地社区带来改变 他说 对于哪些有多过需要的钱的人 他推荐这个方法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这笔钱现在能带来更多的效益 根据《太阳报》的报道 英国伦敦的爆泊布鲁克是一个72岁的退休音乐家 他在伦敦长大 但现在和他第三任老婆住在莱姆里杰斯 自从他的妈妈2016年过世之后 他决定调查他的家族历史 从一些旧想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百年的秘密 爆泊先是用了一个DNA网站找他的亲戚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叫杰克托奇的男人 他是他的远房亲戚 原来他的祖父安东尼奥托奇是一个意大利人 1891年住在伦敦南部的图厅 就在他曾祖母安尼旭姆贝尔住的对面 当时他曾祖父托马斯旭姆贝尔在海外服役 安尼就和安东尼奥发生了不伦关系 报道指出 安东尼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有最少13个小孩 爆泊现在至少有3136个亲戚 全部都是这个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的后代 爆泊坦然 当他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那时 觉得好惊讶 更加惊讶的是 他的意大利家族有3000多个不识的亲戚 他已经和部分的人通了电话 希望不久的将来去到他的祖国 就是意大利的弗罗西诺 在那里和亲戚地见面 刘萦 刘张